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用了NTLM审核机制 并更新多项防护策略 有效提升企业级安全防御能力 此外 25HR对企业与IT管理环境进行了增强 全面支持YFI7企业网络与Windows Backup组织级备份 为企业数据迁移与设备管理提供更强支撑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下载安装体验25HR带来的改变吧 首先 我们进入官网下载 选择下载Windows 11 ISO文件 点击Confirm 选择系统镜像的语言 点击Confirm 点击下载镜像 接下来 打开浏览器 输入以上网址 配置一个无人职守的应答文件 选择Windows系统显示语言 选择语言和键盘布局 第一个语言和键盘布局选择英语 第二个语言和键盘布局选择母语 家庭所在地选择你在的地方 处理器架构选择64位 勾选绕过Windows 11要求检查 勾选允许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安装Windows 11 勾选自己选择计算机名称 如果是企业或者公司 就可以自定义公司名称 在分区和格式化这里 新手建议选择第一项 在Windows安装过程中 以交互方式对词盘进行分区 小编这里选择第二项 设置后 系统就会全程自动化安装 非常方便 在Windows 版本这里可以选择安装的系统版本 小编这里保持默认 用户账户这里 可以快速创建你想要的用户 为新用户设置一个密码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调整这里 选择第二项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 勾选以上选项 在开始菜单和任务栏这里 选择最后一项 之后我们可以使用第三方的搜索神器 Everything来代替系统自带的搜索 勾选禁用小部件和在Windows 11中 将任务栏左对齐 勾选移除所有图钉 在系统调整这里 进用Windows Defender 可以用第三方的杀毒软件代替 进用快速启动 这个功能是个忽悠人的功能 勾选防止设备加密 勾选Height Edge首次运行体验 勾选进用Edge Startup Boost和后台模式 勾选使Edge可卸载 勾选删除空文件夹 在开始时的文件夹 选择显示这些文件夹 勾选你需要显示的文件夹 在个性化设置这里 小编选择使用自定义颜色主题 选择按黑色 在删除过时的软件这里 选择你想删除的软件 点击全选 取消需要安装的软件 小编这里安装Windows终端 计算器 记事本 PowerShell 最后 把配置好的应答文件下载下来 继续输入以上网址 下载镜像编辑器 下载好后 安装镜像编辑器 运行Anyburn镜像编辑器 点击编辑镜像 打开下载好的Windows 11 ISO镜像 点击增加 选择配置好的应答文件 把它导入ISO镜像中 点击下一步 点击开始生成 点击时 等待应答文件写入ISO镜像中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安装系统了 这个安装过程 全程免提示自动安装 所以又称无人职守 免提示自动安装 关注我 我是科技二流子 一个热爱分享科技干货的创作者 你们的每一个订阅和支持 都是我持续创作优质内容的动力 我认为是科技研究竟筑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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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